我们有一个企务员,你喜欢享受死亡,由于一个破坏的系统,写上他们的名字,我们会显示他们在白宝室。 起源于加州的老兵权益组织《大麻福战士》,选择华盛顿作为他们一个月之久的全国巡回活动的终点。 他们与本地老兵权益组织和医用大麻研究机构在麦克福森广场公园举行公开活动。 这个国家的问题是,我们被大企业收买,眼下我们的医疗制度,我们的医生都被这些企业收买和左右。 医疗行业给医学院校和医生提供大量资金,他们灌输给这些医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在美国,大麻仍被列入与海洛因一样限制使用的药物。 但是,美国2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认可大麻的合法性以及医疗用途。 在退伍军人医疗系统中,医生却不能将大麻作为PTSD的处方药物。 参与活动的组织与当地的退伍军人大约60人,随后游行至白宫门前,呼吁政府允许退伍军人医院将纯植物大麻作为治疗PTSD的合法药物。 很多政府官员表示,大麻是与海洛因一样容易高度成瘾的药物,会增强精神炼疾病的症状。 而大麻服务战士的基尔南认为,与现有治疗PTSD的药物相比,纯植物的大麻是成瘾度最低的。 如果我们要根据成瘾率为我们的退伍军人选择药物的话,大麻将是首选。 大麻比鸦片成瘾率低,比注意力缺陷障障碍药物成瘾率也低,它也没有精神情绪稳定剂的副作用。 很多有过心理疾病的退伍军人说,现有的处方药物严重影响了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家人关系。 每一个晚上,当我服用亚片类药物时,我的妻子睡在我的胸前,因为我的胸部不会起伏,她不知道我是否在呼吸,她还把镜子放在我的鼻子前,不知道我是否在呼吸,她每晚都哭着睡着,我甚至都不知道。 一些白宫门前的游客表示支持老兵们的要求,她认为,只要大麻对PTSD有好的疗效,政府应该考虑改变政策。 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开放大麻使用会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我们的后代将会生活在一个随意稀释大麻的社会。 美国之音,尼亚,榆木,白宫报道。